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火炬台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雪花台 那据了解位于国家体育场延庆和张家口的三个场外火炬台 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结束之后呢将成为永久性的雕塑 那雪花台在设计之初为什么会选择银丝带环绕雪花这样的造型 这设计中有哪些创新呢 为了让市民能近距离观赏奥运火炬 北京奥组委分别在北京奥林匹克中心区 延庆巴达岭国际会展中心和张家口太子城东奥小镇设置了三个场外火炬台 而为了呈现最佳的视觉效果 清华大学设计团队在设计火炬台的造型上也是费了很大的心思 由于场外火炬台的设计条件是做成永久保留的城市雕塑 设计团队为了加强场外火炬台结构的稳定性 增加了银丝带环绕的艺术造型 另外为了展现银丝带与雪花相向翩翩起舞的观赏性 火炬台还增设了不锈钢镜面的底座转台 那个煮火炬是雪花的形象 那么就我们说冰雪嘛 就说这个雪的元素有了冰的元素怎么体现 所以我们底下这个平面就是用的这种镜面不锈钢的那种方式 其实反映的就是一个相当于是冰的这样的一个元素 这个雪花有点像冰上那个芭蕾 就是在那个一个冰面上那种旋转跳舞的这种感觉 经过设计团队的多轮设计 此次以动态雕塑的方式设计火炬台 不仅增添了雪花的轻盈与灵动感 而且随着火炬台的旋转 光洁的表面将四周的环境以及观赏者都映入其中 成为火炬动态雕塑的一部分 突出了全世界更团结 一起向未来的奥运主题 明镜与点点栏目